耕地很宝贵 所以怎么让土地利用效率更高 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 比方说套种这就很常见 同样是套种 不同作物之间的搭配 效果是不一样的 而且各地的花样也是真多 提到套种 不得不提玉米大豆代状复合种植 为啥各地都在推广 这不光能一地双收 而且大豆有固旦养地的作用 可以让玉米长得更好 属于强强联寿 重庆凤杰的老乡 还在玉米大豆代状复合种植的基础上 种植马铃薯 实现一地三种 每亩土豆的产量在5000到6000斤 然后土豆收了的话 我们准备种黄豆 黄豆每亩产量在300斤 然后都是说 我们种的是玄石玉米 玄石玉米每亩是2500斤 这样的话的话 我们一亩的产量的话 就是一级 我们可以达到1万块钱左右 小麦地里能套种啥呀 新疆阿克苏的老乡们 选择套种辣椒花生玉米等作物 他们说 这样套种是高矮搭配优势互补 而且一亩麦田 能多收入500块钱 山东五成县的老乡们 则是选择了麦棉轮作种植 小麦刚收割完 紧接着播种棉花 多收入一个 一剂小麦的钱 一亩地能增收1000多个钱 这个下剥棉也可以用来调查 调查之后 对下一年的玉米啊 小麦都是有帮助的 除了这些 各地还探索出了一些 另类的套种新模式来增加效益 比方说 在广西桂平 甘蔗地里套种西瓜 还有云南宝山 在咖啡园里套种水果 像我们选择香蕉的话 遮蔽40%的阳光 把我们的咖啡在生长 拉长 这样的话 我们的咖啡的品质 会大大的提升 套种的香蕉的收益 达到4000块钱左右 除了增加产量 提升效益 套种还能有啥 实用性的功效呢 山东新乡的老乡们说 大蒜地里套种辣椒 能够降低并虫害 大蒜和辣椒的 共同成长时间 是一个有左右 大蒜根系分泌的 26G并系气体 能有效地 移植辣椒病害的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